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谁往低处流很容易,但人要向上走却很难。 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没有外力作用时,都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和无序。 比如电脑越用月卡,屋子越来越乱,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行为越来越散漫。 这就是伤增定律,即在无外力的作用下,所有的系统都有一种自毁趋势。 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向上生长的渴求。 看到别人的逆袭,我们常常羡慕又苦恼,这份幸运何时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有一位作者在向上生长中给出了答案,人的一生想要不走下坡路,就要和伤增对抗。 如果顺从人的本性,好运永远不会来到你身边。 一,保持耐心,不走捷径。 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比如健身,读书,写作,但往往还没进行到一半,就宣告夭折。 这是因为即使满足,缺乏耐心,是人的天性。 我们做事,总是想要马上得到结果。 比如,写几篇文章就能成为写作高手,坚持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参加一个速成班就能学会一项技能。 如果不用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结果,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躺平。 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多,真正需要打败的,是自己内心那个急于想要结果的小孩。 有耐心,就会去下奔功夫,不走捷径。 曾国藩说, 为天下之桌,能胜天下之巧。 他与敌人作战时,有一招叫结应债,打呆仗。 别人摆迷魂阵,打闪电战,只有曾国藩的部队花很长时间剑营搭债,挖钩住墙。 结果却是,他的应债堵截了一次次偷袭,他的呆仗将敌人死死围困。 他的笨办法打败了聪明人。 怎么下奔功夫呢? 作者说,用数量堆死质量。 一所中学在临近高考前,请来往年的高考状元介绍学习方法。 状元说,去年高考前,我每天只做一道数学题。 学生们顿时眼睛发光,看到了希望。 状元继续说,后来妈妈揍了我一顿,逼我每天做一百道数学题。 听到这里,学生都泄气了。 原来,高考状元也逃不过题海战术。 任何技能的学习,都需要经历一个慢启动的过程,不可能立马看到结果。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重复练习,有耐心突破临界点,等待质变。 不能长时间坚持运动,别想有八块腹肌,要想写小说,得先写一百万字再看。 我们以为的质量问题,很多本质上都是数量问题。 任何看似复杂的技能,都是简单基础上的累积。 不要低估每一天微小的积累。 如果你感受到一点进步,就把它乘以十倍。 任何事情,乘以十倍,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巴尔扎克说,人的全部本领无非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 只有付出足够密度的努力,才会迎来爆发式成长。 二,拥抱不确定性,终身学习。 人的本性是追求确定性。 我们害怕变化,对未知充满恐惧。 但人生的本质就是无常。 人生中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确定性中生活,抗拒变化和挑战, 一旦危机降临,就会不堪一击。 多去面对不确定性,才会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运气。 比如大学毕业,有人选择到一线城市闯荡, 虽然充满了变数和风险,但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拥抱不确定性,需要永远保持学习状态。 之前,一篇文章广为流传, 说的是很多被公司裁员, 却背负着养家糊口压力的中年失业者, 为避免面对家人和熟人的尴尬, 只好躲进星巴克点杯咖啡待上一天。 很多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存量知识应对变化, 拒绝接受薪知, 或者认为自己学不会就停止学习。 但习惯于舒适区里的安逸, 恰恰是最危险的状态。 这意味着你将会变成那只温水里的青蛙。 作者的导师六十多岁了, 也一直保持着学习心态。 他不仅在网上跟着视频学编程, 还在写关于匈奴史的小册子和教小朋友学数学的书。 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难免会有焦虑, 但它并不是坏事, 它会让你积极, 努力地去寻找出路。 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 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学习心知, 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强。 想要学习有效果, 作者说了两个方法。 一, 每天的目标要小。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每天强制自己看两页书, 只有看完了两页书, 才能去干别的事。 微量开始, 才能超额完成。 二, 不断在舒适区边缘拓展自己。 要想不断精进, 不能只在舒适区重复, 需要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训练, 即不断练习那些 会做但特别容易错, 或不会做但稍微努力就能懂的内容。 查理芒格说, 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越过越好, 他们不是最聪明的, 但他们往往是最爱学习的。 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 终身学习, 是交付确定的唯一方式。 三, 不沉迷娱乐, 节制自律。 当你准备学习的时候, 很可能会是这样的情景, 先刷一会儿短视频, 再去浏览一下热门事件, 然后翻看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几个小时过去了, 你的书还没拿起来, 喜欢娱乐是人的天性。 胡适增在日记中写道,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 胡适之, 你怎么如此堕落, 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都忘了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所以, 当大脑告诉你去学习, 身体想让你去健身的时候, 接下来的八个小时, 你很可能是边打游戏, 边考虑他们俩的建议。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之词》中说, 大量的娱乐信息会转移人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 让人安于现状, 慢慢丧失热情, 抗争欲望和思考的能力。 眼花缭乱的短视频和游戏会让大脑不断受到刺激, 渐渐让人陷入成瘾状态, 从而快快乐乐, 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废人。 精英们深谙此理, 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娱乐上。 那些硅谷巨头, 下了班就会远离电子设备, 那些游戏设计师, 工作之余也根本不碰游戏。 远离娱乐至此, 除了刻意远离手机、 网络和游戏之外, 有两个方法可以试试。 一, 主动用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 作者有一次和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一起出差, 其他人在飞机上追剧, 这位朋友在飞机上看书写文章, 飞机一落地就投了出去, 到了酒店, 搞飞就打过来了。 让自己的时间被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沾满, 我们就会没有时间沉迷娱乐。 二, 让自己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 二十一世纪, 谁能赚到别人的时间, 谁就有可能赚到别人的钱。 谁的时间被浪费, 谁就注定越来越穷。 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 比如, 在各个平台开通自己的账号, 输出自己的产品供别人消费。 娱乐本身不是贬义词, 适度的娱乐并不是坏事, 最重要的是, 不要成为娱乐的奴隶。 简单的欲望, 只需要放纵就可以实现, 而高级的欲望, 需要的是自律和克制。 电视剧《绝命读诗》里有句台词, 穷人谁都会做。 意思是, 做穷人很容易, 顺着本性就可以。 厉害的人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他们能主动找虐, 去做哪些让人不爽, 但很有价值的事。 有人想走捷径, 他们相信坚持的力量。 有人满足现状, 他们不断开拓认知和能力的边界。 有人享受放纵的快乐, 他们用创造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很多时候, 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正是一个人能否战胜自己的天性和本能, 忍别人之不能忍, 恨别人之不能狠。 每一个悄悄变得厉害的人, 都在偷偷对自己下狠心。 向上生长, 其实不是要你超越别人, 而是要超越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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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